大家好,歡迎收看榮眼皮神舟,我是明印 號碼都是一樣,而且驗鈔機都驗不出來,我同樣驗了一下 你看這兩張都是同樣號碼的,這麼肯定就是假的 哪裡會有銀紙會是同樣號碼的?第一次遇到這樣的情況,我要留回來做紀念 9月16日,遼寧大連一家超市老闆娘發影片稱 她收到兩張紅色的100元人民幣鈔票,號碼都是YC9299973 將兩張人民幣放入鹽鈔機後,架機根本沒有提示 影片顯示老闆娘才是將一張100元人民幣放入鹽鈔機 鹽鈔機沒有提示出錯,然後她又同時將這兩張人民幣放入鹽鈔機 當然順利通過檢驗,老闆娘說,你看下,到底是鹽鈔機的問題 不是啊,還是錢的問題 該事件迅速引發關注 網友說,坊間有傳聞有不少是同樣號碼的 都是真的,不是說負責這個的印了很多很多同樣號碼的嗎? 只不過在9月16日晚上,當時人再次發布影片 稱兩張鈔票都是假的,是自己選錯了模式 鹽鈔機沒有問題,兩張同樣號碼的假鈔,這件事是真實存在的 不是鹽鈔機的問題,是我個人疏忽問題 點選的那個功能是屬於計數模式 它只能鹽數量,但是不能鹽真假 在正常情況下,小超市收到大額鈔票一定是要先鹽真假 防止收到假幣賠了貨物又賠錢 所以鹽鈔機預設的一定是鹽鈔模式 根本不會是純點鈔模式 即使是銀行都不會單純地設置成點數模式 一定是點數的同時就可以鹽證真假 有網友認為商家應該是受到了來自某個方面的壓力 不得不跳出來解釋是自己的設置出錯 其實這幾年同樣號碼的人民幣 在流通過程中已經多次被網友發現 而且有越演越烈的趨勢 2024年9月10日 有網友洩出了三張同樣號碼的白元鈔票 這是2023年4月網友展示的兩張號碼 完全相同的白元鈔票 網友說人民幣呀 專家說什麼情況 網友說這個好像是錯版了 專家說 嗯…兩個號碼一模一樣是罵 照你來說是不太可能的 我的意思是如果是真鈔票 那有沒有可能這些字有動過手腳 如果是一模一樣的兩張 照你來說是不太可能的 有網友勞斥說 越來越多同樣號碼的真銀紙被印了出來 這個世界就是一個大型的草台班子 背臨出這個辦法的人真是個天才 不敢多印號碼就copy一份 這樣真實的貨幣總量是多少都沒人知道了 真是厲害 等以後全部變成數字貨幣 更加沒人知道他們到底印了多少錢 都沒人可以看到有多少號碼一樣的貨幣了 人民幣一直都是草子 共產黨何曾有過信用 中共其實根本就不在乎信用這兩個字 央行在8月29日 從公開市場上購買了4000億的特別國債 這也意味著中國的貨幣發行 已經進入無毛印鈔時代 這種重大的變化 大家可能以為是平地驚慮 會有狂風暴雨 實際上當處於這種重大的歷史關頭時 都可能是和風細雨波蘭北京 不知不覺間你就已經被捲入這個大洪流之中 等你察覺時實際上可能已經處於末日的洪流中 你只能身不由己地在這個時代被裹脅前行 貨幣發行的大洪水已經到來 大家好至為之 中國央行在8月份總共印了多少錢呢? 是5000億 沒錯 中國央行在一個月內就印了5000億人民幣 接下來 如果央行持續以這個速度印錢 只要兩三個月 波幣大洪水將氾濫成載 X平台帳號魯曼頻道的博主魯曼 在YouTube發布的影片中表示 中國央行從2024年8月正式開啟毛毛印鈔模式 那8月份到底印了多少錢? 現在的數據已經出來了 是5071億 這個數據的來源是央行官網每個月都要發布的資產負債表 其中對政府債權的數據 也即是央行手中持有的國債數據 8月底的數據為20311億 對比此前的15240億 增加了5071億 增幅達到驚人的33.3% 魯曼說 中國央行持有的國債規模暴增 不用解釋和猜測 這就是典型的毛毛印鈔 魯曼在自己的X帳戶貼文中說 鐵律一旦被打破一旦打開了魔盒 就不可能只會印千億 五千億、一萬億、五萬億 再乘商貨幣乘騷 貨幣的洪水就是這樣洶湧而來 2003版的中國銀行法規定了兩條鐵質 第一 央行不可賣入國債 無論是從一級市場 還是二級市場 都不可賣入 第二 央行持有的國債到期 財政部必須還錢給央行 現在這兩條鐵質 在兩個月內都被全部打破 在此前的7月1日 中國人民銀行發布公開市場業務公告稱 為維護債勸市場運行 在對當前市場形勢觀察 評估基礎上 決定在近期面向部分公開市場業務一級交易商開展國債借入操作 隨即國債期貨全線收跌 30年期主力合約跌1.06% 10年期主力合約跌0.37% 5年期主力合約跌0.24% 2年期主力合約跌0.08% 當時魯曼在社交平台X上分析說 終於都走到了這一步 在中國的金融體系之下 央行以任何形式買入國債 無論是國債一級市場還是二級市場 都是無毛印鈔的開始 沒有任何差別 他表示 央行直接買入國債的法律障礙就此被打破 央行從此就可以大規模直接購買並持有國債 想買多少就買多少 再多沒有任何約束 中國央行30日發布公告稱 2024年8月 其開展在公開市場國債買賣操作 向部分公開市場業務一級交易商買入短期限國債 並買出長期限國債 全月淨買入債券面值為1,000億元人民幣 而此前一日 也即8月29日 中共央行發公告稱 當日以數量招標方式 進行了公開市場業務 延勸買斷交易 從公開市場業務一級交易商買入4,000億元特別國債 其中 2024續作特別國債01買入3,000億元 2024續作特別國債02買入1,000億元 期限分別為10年15年 價格均為100元 同一日 中共財政部也公佈說 發行4,000億元特別國債 10年期3,000億元 15年期1,000億元 票面利率分別為2.17%和2.25% 有網友嘲諷說 什麼是一級交易商? 盧遷就是喜歡發明新名詞 其實就是人民銀行直接購買財政部的國債 直接增加貨幣供應、貨幣貶值 當央行購買國債時 它可以直接創造新的基礎貨幣 這個過程稱為貨幣創造或貨幣發行 在技術上 央行通過在自己的資產負債表上 增加國債這項資產 並相應地增加銀行存款或儲備這項負債 來實現國債的購買 換句話說 就是央行以引鈔來支付這些國債 央行和財政部 左手倒右手 這完全就是無錨印鈔 而2015年前是外匯 也就是通過外貿賺回來的外匯順差 兌換給央行 央行由此印出人民幣 並形成外匯佔款這個央行核心資產 2015年後 外匯開始持續性流出 央行無法再通過兌換外匯 而引出人民幣 外匯也無法再作為人民幣的貌 於是人民幣之貌 自此就變成了債 央行印錢出來借給商業銀行 商業銀行再拿著一筆錢借給政府、企業和個人 由此形成以債為貌的模式 然而以債為貌的關鍵是必須保證債務的信用 借債必須還錢、形成閉還 但凡最終的借款人大規模地違約不再還錢 整個印錢的鏈條就會被打破 央行借給商業銀行的錢就收不回來 貨幣之貌將無法持續 和很多以債為貌的歐美國家不同的是 中國政府沒有任何信用 中國央行都沒有獨立的財政地位 沒有任何話語權 一切聽名於國家財政部 央行購買國債相當於借錢給國家財政部 如果到期財政部不還錢 央行都毫無辦法 那麼要怎樣去填這筆數呢? 唯有印錢 杜曼曾分析說 無毛印鈔就是各級政府借錢不用還 一直以來 中共地方政府債務依靠的就是借新債還舊債 債務有餘滾雪球 如今是到了滾不動的地步 以至於迫到中央政府必須破壞金融規則來救市 接下來的日子是過不下去了 只能是允許地方政府借錢不用還 或者是央行直接認購地方政府的債務 然後註銷或者乾脆直接宣布免除地方債務 而這樣就正是無毛印鈔 這種局面只要踏出了第一步 就會迅速惡化 數值會呈現指數級增長 除之而來的將會是災難性的後果 還有網友說這些中共所謂的特別國債 是沒有合格抵押物的 憑空變出來的 其本質就是白紙一張 這些白紙和市場上流通的紙幣混合在一起 也即是俗稱的注水 它稀釋了現有的紙幣 都可以說中央由憑空收取了4,000億的稅 而民眾的口袋裡的錢都是相應貶值 並且最慘的是這些錢根本就不夠 今後還會繼續印不停地印 好日子還在後頭陸續有利 這些年中共印鈔的速度真的越來越瘋狂 據最新數據顯示 截至2024年8月 中國的M2貨幣總量已經超過305萬億 我們通常將社會流通的錢統稱為M2 在過去30年 中國廣義貨幣M2的增長速度令人震驚 1990年M2總量為1.5萬億 而千年M2總量為13萬億 2010年M2總量為72萬億 2015年M2總量為139萬億 2021年M2總量已經達到238萬億 2024年3月這個數字突破了300萬億 單單在2021年至2022年的兩年時間內 中共就放出了56萬億的貨幣 兩年印了56萬億 相當於在一年多印了一個德國一年的貨幣總量 那問題又來了 一邊是貨幣的購買力不斷下降 另一邊是超法的貨幣 好像並沒有落入普通百姓的手中 甚至沒有在市面上流通 以至於一些銀行將殘幣多放入了提款機中 9月16日江蘇蘇州 男子稱在銀行提款機內 除出了多張損位鈔票 男子在拿出一疊鈔票後 發現了多張損位鈔票 隨即撥打了銀行客戶電話 這邊有個問題 這6張有問題 這10張全部如同被油漬浸過一樣 損位得這麼嚴重 為什麼會放入機器內被人脫出來 銀行客戶回覆稱 不會的 但如果發現了有這種情況 也即是現在自己手裡 就有這種損位鈔票 可以與提款機所在的分行進行溝通 協商更換 不僅是老百姓沒錢 就連政府也沒錢 政府沒錢、企業沒錢 甚至連萬達這樣的領先企業 都要靠變資產來上還債務 股市跌到無眼看 樓市幾乎腰斬 車輛的價格一降再降 大量企業門店倒閉 失業人員暴增 大家都乾淨 政府四周搶錢、罰款 那麼這些錢究竟去了哪裡? 答案是 要麼就是在金融系統內空轉 要麼就是 積聚在極少數中共權貴 和有錢人的手入面 招商銀行和民生銀行 前兩年發布的數據稱 百分之二的中國人 把持超過百分之八十二的財富 而其他十幾億人都是窮人 而且在習近平時代印差發錢 主要是留到軍工、高科技 以及一些重工業方面 或者是對外大撒幣 與普通百姓或民生沒有什麼關係 因此有評論人士認為 儘管中國央行買入國債 看似是無錨印鈔 但目前還不會造成真正意義上的大通漲 因為中共引的鈔票 不會在社會上流通 所以暫時不會出現 為內瑞拉和辛巴威這樣的情況 何況不到最後關頭 中央還不會立即開啟印鈔機 快速地將自己埋葬 有評論人士稱 中國目前仍然處於持續通縮 即使央行大印鈔票 中國的房價都不會上升 相反還會繼續下跌 除了黃金等特殊商品 過去這幾年火爆的收藏品 高消費品都會持續貶值 因為中產反貧 再多無力維持高消費 富人們都不會這麼傻去做接盤俠 而底層原本就沒有任何購買力 當然介於中共的本性 必然會瘋狂掠奪百姓財富 這就是現在流行的一句說話 你不消費 那就刺激你消費 生活必需品還會繼續加價 但一般工業品和耐用品 將會持續降價 對於生活必需品的瘋狂加價 最終承受的還是那群老百姓 真離譜了 難道也沒有人來的嗎 是超市賣水果 4粒蘋果30多 1粒蘋果8元 等到要付錢了 我又將它拿出來 吃不起根本吃不起 還有士多啤梨、芒果之類的 隨便清一清就要7、80元 價錢真是貴到飛起 想買牙膏 竟年前還覺得混濫白藥的牙膏已經很貴 1枝25元 現在你去超市看看 不管是什麼牌子、什麼功效的 有聽過的、沒聽過的 就沒低過19.9元 更離譜的是 洗頭水、海倫先導師 現在一枝都要8、90元 那洗完頭是可以幫到我變瘦 還是變帥 還有一間店是我現在都不敢進去的 說起來都有點頭痛 就是那間賣堅果的 炒風率是他們最便宜的食品 其他的不是幾十元一斤 就是一百多元一斤 隨便買一些 沒有五、六百元 你都出不了你 每次伙計問我夠了嗎? 你少一點、再少一點 啊…等點出來 再等點出來 好了好了 聽到堅果落入去的聲音 聽起來就是我的錢跌落去的聲音 網友評論說 找人來?找得誰? 這個本來就是他們餘了的 不是的話要怎樣提高GDP啊? 我明明是五天沒吃東西了 都快來鵝村搶了 那套兇哩哩 你還猜我是便秘 還要給我吃通便藥 即食麵榨菜、肥仔水 這幾樣我們的窮人三件套都是起價 而且最近幾乎所有和食有關的消費品 價格都是全線上升 其中的一些蔬菜生果的上升幅度 甚至超過70% 根據官方的說法 生活必需品價格的直接原因 就是上油原材料價格上升 另外就是因為天氣的原因 沒想到非常時期 就連老天爺都要被拖出來背鍋 好了 節目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like、share和多點留言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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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